上集说到,十号帮轻衣收服轻月宴 这集我们来说,十号报复天人族,抢走其实 一个少年上路,速度极快,正是十号 仔细观看了火舟地图,辨别各大教的势力范围 一路向着目标前进 前方,一片银燕腾起,笼罩方圆树里的土地 草木无损,但是有生灵烧成结灰 天人族所占据的神况,毗邻天仙洲并不在火舟深处 故此,十号不需要借助传送阵,一路飞驰就可以 数个时辰后,他来到了那片区 这是天人族的神况区,占地极广 西真材料丰富,是一处非常出名的宝地 在天人族所占据的这片疆域内 十号来了,远远望着此地,默默打量 他并不是很紧张,因为他知道 这里没有天神,最强者也只是真神 毕竟,天神太过超绝 一般情况下来说,不会坐镇神况中 都会被家族供起来,全力修行,用以守护一族 事实上,真神就够了 天人族身为上界极其强大的道统 还真没有多少人敢虎口夺食,来此夺矿 十号无据,今日来他将昆蓬法与缩地成寸结合 速度越发快了,就是遇到真神也能走脱 他并未急着出手 而是从一地转向另一地 将两座最出名的神况都看了个遍 忽然,十号吃了一惊 他吃着重铜,看到了其中一座神况 有一丝倒气养出,显得很不一般 当他收起重铜时,立刻就不见了 这地下有什么东西 十号疑惑,便是持着重铜 也很难捕捉到那种铜 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丝丝一出 他没有出手,在此隐秘下来 认真地观察,发现这座骨矿看着一般 其实守护严密 光是真神就有识人 这还是他看见的,这令他惊异 一般情况下来说 真神就是来此也只是坐镇 怎会不断巡视 骨矿就在一座山脚下 有几尊真神还坐在不同山峰上 在轻与与对话 听他们的意思,会有天神护着忧郁等过来 这让两十号的惊异 天人族的棋才是为骨矿中的东西而来 这让十号来得兴趣 密切注视,在这里观察 有时片刻间就出现一条神秘的物丝 有时需要等上一个时辰 透过他们的谈话 十号确信,这地下有瑰宝 仅在这一瞬间 十号改变了主意 暂时收起进攻天人族矿区的决定 他准备想办法进入这座骨矿中 若无意外的话 这里可能有一场造化 他开始行动了 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 因为这里的人已经重新上报 也许不久后会有天神降临 十号以缩地成寸大神通顿入地下 悄无声息 一点一点地接近 最后进入一座骨矿中 他虽然还不能与真神血拼 但是尔金的身法的确算是一绝 无声无息就这样潜了进来 来到骨矿较深处 远远地 他见到了一块骑石 能有四丈长 竟有一丝丝仙气般的乌矮一散 令人心颤 这块石头上有很多裂痕 显然正如真神所说 一触碰他 就会军裂 十号目光闪动 他可不会太小心 若有机会 直接扛走 只是 这地下也有真神 就盘坐在骑石不远处 而且还不止一人 认真地守护着 十号意外见到这一造化 他决定冒险行事 当然也不用太过担心 毕竟他身上破解符 一天一夜的隐忍 最后荡真神交接 进行幻岗石 十号动了 抓住这唯一的机会 化成一道神光冲了过去 他扛起了这块骑石 顿时间大到气息茫茫 无尽天地武器垂落 降临而下 令他大振 一瞬间 十号就知道了 真要能将这块骑石内的东西带走 天人族一定疯狂 天人族的真神大叫 眼睛立了起来 这是虎口夺石 在天人族的第一神况中 居然出现一个外人 抢不归宝 一瞬间 就有四人出手 四大真神显化 轰杀十号 绝不能放他离开 十号很果断 背负其实 阻挡他们的浮光 用以保护自己 既然对方投鼠忌器 那没什么好犹豫的 因为真神怒吼 强行收回祭出的古文 没有感应机 怕损坏那块神秘的一石 事实证明 这块石头真的很脆 就是十号背负着他奔跑 这种震动 就让他多了几道可怕的风险 十号化作一道光束 横一竖十丈 在巨大的地下矿井中穿行 他的速度让真神忌惮 怎么会这么快 后方的四大强者 瞳孔收缩 真怕他顿走 他们认为 石中有异物 也许是仙的血 或者遗物 为仙种 四人再次出手 只是不攻击他这个人 而是采取阻断前路的方法 以及干扰他前行的方式 古文充斥在每一寸空间 就在这时 十号以不可思议的身法 躲避了出去 肉身如同在虚空中扭曲了 缩数百丈空间为一寸 穿过古文区 这事将缩地成寸宝树 演化到一定境界的体现 身体跟着模糊 避过诸多攻击 化成一缕青烟 出现在另一面 一人大鹤 猛力一跺脚 这座骨框发光 一条秩序神练浮现 横结十号的腰身 如同力气般展来 这太突然了 很明显 这地下骨框中有布置 蕴含着一些法阵 此时发挥了作用 足以能击杀真神的 十号变色 背后浮现淡淡的羽赤 猛然震动 原本如一道光束冲向前去 但此时却生生变相 违反了常理 此时 这片区域的天人族高手 都被惊动了 蜂拥而来 特别是真神 一个个全都发光 如同十几轮小太阳般 照耀天地 所有人都心血沸腾 带着怒意 何人敢如此 一个人闯天人族境地 夺取造化 这是从未有过之事 即便是一些大教 也不能这么行事 因为这样 等于在下战书 两教会开战 注定死伤无数 后果非常严重 十号一路狂逃 在此过程中 肩头上的骑石 不时发出猎鹰 并且溢出的大道气息 更加多了 突然 一声大响传来 十号背负的骑石 断裂了一劫 后方的真神疾眼 这种情况太糟糕了 十号回头瞥了一眼 发现坠落下去的 那一杖石块 并不是主体 盗气很快消失 而他扛着的巨石 散发出的雾气更浓了 他并不想收起 肩上的石料 因为他想用此时当盾牌 阻挡后方真神的攻击 令他们不敢全力出手 突然 一股距离出现 非常的突然 是从地底传上来的 要透过十号的双脚 将他震成肉酱 一位真神毫无保留的出手 十号想用骑石阻挡都不能 可以清晰地看到 古文赤胜 在这片区域绽放 与此同时 岩壁炸开 出现一个巨大开阔的场地 数位真神出现 堵在这里 很快 众人惊议 发现场中心发光 柔和而圣洁 挡住了刚才的灿烈古文 让中心的不受影响 在场中 十号扛着巨石 毫发无损 其体外出现一层光幕 将他笼罩在里面 正是从藏有三十铜关的 那片废墟中 带出几枚古服之一 这是十号敢冒险一搏的原因 此幅连青铜宝和内蕴的 小世界炸开 都可以抵住 无穷虚空大裂缝 都不能让他破灭 绝对能阻挡真神的攻击 唯一让他担心的是 此幅因此而耗掉 那就太可惜了 十号惊喜 真神的一击 都没有能让古服增添裂痕 他居然无恙 翠响传来 这次更彻底 这块骑士直接断落下两张 让十号都一阵心惊肉跳 后方 天人族的真神眼前发黑 惊怒交加 这若是被毁坏 他们将担负巨大的责任 在他突围时 守护神符再次亮起 又一次帮他挡住了一击 他就此没入大草垫中 急速逃遁 有人大吼 祭出一件赤红的镰刀 带着火光 割裂大地 急速斩落过来 然而 惊变发生 他背负的骑士窑洞 冲起一道又一道物碍 笼罩其身 十号吃惊 他觉得自己身上一下子重了 像是背负着很多座大山 压得他肩头都痛了 突然 十号身上的骑士撕裂 爆发出异常可怕的光束与道气 令所有人神色惨变 手中的守护神符 瞬息暴涨 发出光芒 将他笼罩 十号的守护神符 多了一道裂痕 非常醒目 居然在这种暴动中有损 这让他心惊肉跳 十号出手 因为他近在咫尺 有守护神符护体 并未远退出去 见到此物不再爆发可怕波动 抓起来就逃 最后 十号消失了 他将在浮风城兑换的一件破空符用出 再加上缩地成寸 昆蓬法 逃离此地 至于破戒符 他虽然从遗迹中得到两枚 但不想用在真神身上 好了 我们这集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